这边也要加强力道 这一趟美国行 蔡英文包括在哈佛大学发表四场演说 此外会走访六个城市 进行六场的大型台桥造势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 三千个人的洛杉矶场次 因为有一位神秘人物 这是蔡英文之前从来没有曝光过 旅居美国的音乐家姐姐 会公开的登台现场 因为姐姐准备站出来力挺 让蔡英文显得非常的骄傲 也非常的期待 蔡英文现身桃圆机场要出访 连三岁小孩都认识他 2012蔡英文选总统 战场拉到美国东西部 六个城市六场造势 最大场三千人台桥活动 就在洛杉矶 时间是台湾时间19号 美西侨胞和独派媒体 已经在网路上测试 公告当天造势全球live show 跟大家说 我们的票统统卖完了 美西募款三会目标要募到30万美金 将近900万新台币 现场请来秘密嘉宾 就是蔡英文旅居洛杉矶 30年的音乐家姐姐蔡英如 她要登台现场 我姐姐会唱歌也会弹钢琴啊 才说出访 蔡英文露出期待 因为蔡英文极度保护家人隐私 过去蔡英文在宣布选总统的记者会上 媒体才意味捕捉到另一位 担任心理师的姐姐和台大执教边的姐夫 现身力挺也是匆匆一撇 舍不得她那么辛苦啦 最佳催票助选员 还有蔡英文过去在台大法律的同窗 也已经在洛杉矶组成小英同学会 蔡英文确定复首后立刻访美 关键时刻 台大同窗还有蔡英文家人主动露脸 希望加温选情 GPB新闻 吴建宏林尚云林炳仪 台北报